葵葱貨櫃碼頭發生火警 一個工人吸入濃煙不適宋縣 警方在早上近11點接報 現代貨櫃碼頭由貨物起火 冒出的濃煙升上半空 消防到場開喉灌救 迅速將火糾息 火警期間大約300個工人 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 一個工人吸入濃煙不適 清醒宋縣治理 起火原因正在調查